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由iFi色利巴财经学院出品的免质操盘病毒 我是iFi色利巴财经学院的分析师郎彩凤 今天是2020年的4月16号星期四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了周四了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市场的行情的爆发是从货币来说 从昨天才刚刚开始 因为我们在这个月月初的时候 其实给大家已经对于整个的分明货币和免的走势做过判断了 我们当时给大家去做的判断是 当这个非农数据公布之后 那美元指数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个回落 而这种回落的话会延续到复活节之后 而复活节之后 美元指数会再度的轻微反弹 我们会发现复活节的话在4月13号 那么在14号的话 其实美元指数还是那么偏弱的 那么在昨天那么开始发力 那么价格一根大阳线收回来 目前的话价格也是已经上破了它的一些四小时级的压力 那么短线的话 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关注是不是会有一个进一步上行的一个机会 而对于非美货币的话 昨天我们也看到了那么纷纷的回落 其实昨天我们在我们给大家的 那么昨天那些策略中 其实也是提到了 就是说恐怖数据其实是可以去参考一下的 那么恐怖数据的话它的不及预期 没有一定会大跌吗 这是昨天我给大家去留的一个问题 昨天我们在点评课中一个同学做过布局了 就是即便是数据不及预期的话 我们也不会去做空美元去做的非美货币 而相反 如果是数据不及预期 那么非美货币出现反弹的话 我们可能会关注反弹之后再度去做空的机会 而如果是那数据它是好于预期的 另一行美元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会坚定的去持有我们手中所目前所持仓那些非美的空单 因为在这一波我们可以看到 当非美货币反弹到强压力的位置附近的时候 比如说像欧元反弹到日线级别均线压力 那么像英镑反弹到日线级别的均线压力 那么像澳元 那么包括像纽元 那么反弹到它的日线级别均线压力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是有关注 那么它的一些做空的 只不过有的可能更加标准一些 有的可能会有些刺头出现 但是的话整体的方向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它都是关键位置的一些回落 所以对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货币来说 我们还是会那么认为 非美货币还是有进一步下行的风险的 而美人只说还是可以去关注它的反弹的 那么对于数据的解读 其实我们在二元课程中给大家有个专门的章节 就是关于数据行情的操作方法 那么我们也给大家去总结过了 就是说不同的国家的数据 它有不同的特性 美国的数据的话 它就是比较的淡 比较淡的话就意味着 你如果是单纯的根据数据的利好 跟利空去做的话 你可能会犯错 而相反你做美国的数据 你一定要结合技术面去做 那么对于昨天这个数据的话 其实它的解读我觉得并不复杂 因为在数据公布之后 我们的很多同学已经告诉我了 数据是一个利多的这样的一个消息 很多同学可能到现在为止 还是有所疑惑的 它到底是利多还是利空 因为有的同学会发现 这个好像是三月份的 联融销售月率 它是负的8.7% 好像是比喻期还更差一些 那么很多人 很多人说那美元肯定要大跌了 但是大家看一下 你看到这个核心的数据的话 它是负的4.5% 它其实是给市场带来惊喜的 大家可以去想一想 其实经过了三月份 包括了我们之前所看到的很多的数据 特别是联融销售这个出行升线人数 那么大幅的飙升之后 都是百万级的增加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对于 美国的经济的这种下滑 其实有心理准备的 它再差的话 像约瑟非能 其实已经是比较差的一个数值了 就它虽然说很差 但是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 而相反 假如它没有这么差的情况之下 它可能会带来一些惊喜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数据的解读 它其实是一个利好美元去利空 那么非美货币的一个基本命 昨天我们在点评课中 在这个数据公布之前 也是给大家去 特别去提到了这一点 我们不会去 因为即便是数据 它没有那么好 就是说这个很差的话 我们也不会去做空美元指数 那么原因的话 我今天在这个我们的专栏中 给大家去提到了 那有三个方面的一个考虑 首先是美国基金数据的特点 那么第二的话就是我们其实对于这个数据的话 已经有所准备了 即便是不及预期 那么我们已经知道它可能会很差了 但如果是好预期的话 它可能会带来一些惊喜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 如果是数据 那么利好美元的话 我们会建议大家去坚定的去持有非美的空单 那如果是不及预期的话 我们也不会去那么做空美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而第三的话就是我们在之前又已经给大家去做的一些布局 其实这个都没有什么这个特别大的一些问题 无论是从时间的选择 我们说复合节之后的美元的反弹和分配的回落 还从技术面来看 我们所看到的几个品种的一些强压力 它都是有效的 所以说这种期观之下的话 那么技术面其实是支持我们去关注美元的反弹和关注分配货币的一个下行的 所以在昨天哈 我们在给同学们这个在互动群众中所给大家去提供的一个次略的话 其实也基本上这个走的都还不错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波的分米的下跌之中 其实它是存在不同的入场机会的 就比如说以奥远为例 奥远的话有的同学可能根据那么一些四小时级别顶部的背离 那么去关注了一些比较高的位置的空单 那么当然了也有一些同学其实就像是老老师所提及的 那么如果是你不去关注这样一个左侧的机会的话 你关注右侧 就比如说下破了那么0.6385 那么你可以看向0.6260 那么中间的话0.6385的话它是这个位置 0.6260的话它是在这个位置 你会发现它中间的话其实有一百多个点的一个空间 那么你完全是可以去关注的 所以有的同学可能是在这个位置 0.6380的手续接入的空单 他虽然说比这个我们有的同学激进的 在这个位置去直接去进空可能要差了有差不多50个点左右 但是的话它的安全性其实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不同的场方式都可以 关键是你有标准 那么你是根据那么多周期的背离加指标的背离去超的顶呢 你还是等到它突破之后去关注它突破之后的一个空的机会呢 都没有关系因为它都是符合我们的标准的 关键是你要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样的交易 那么除了澳元之外的话 纽约其实走的最标准 就是直接是触碰到了日线级别压力之后就开始去回落了 那么目前的话跌的也是最稳的一个品种 下跌下来的话应当是有100 八九十个点的一个空间了 不过我们同学讲到过了 其实我有点遗憾的地方在意我挂了个单 它差了一个点差没有做进去 所以说基本上现在的话 我持有的是欧元英镑跟澳元 纽约的话这个差了一点 因为也很多时候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盯盘的话 可能就挂单了 挂单的话你就只能够这个要接受这个市场上的一些不完美 它不可能什么都像你所遇的那么那么好 另外的话像这个欧元的话 大家会发现这个虽然说中间有一个往上的一个刺头出现 但是它其实整个来说 它这个即便是你在这间附近去做的话 其实你的这个浮亏的这个情况也不是很严重 因为它基本上也是中间的话应当是 比如说我们是在1.097点位置去关注空的话 那么你看到上方的话是在1.0988的位置最高点 就有20个点不到的一个这个小幅的回测 是正常的 那么也同样的话 有的同学可能会根据这个均线去入场 有的可能会根据背离去入场 有的是在小时级别被刹破咒去入场 有的图片可能是在反抽咒去入场 其实这都是我们二元课程中给大家所点击 所讲的一些非常典型的一些做空的方式 就是你左侧呀 左侧去入场呢 还是一个那么突破去入场呢 还是个回踩去入场呢 它其实哎都是比较标准哈 我觉得这一波其实对于非美货币来说的话 大家抓起来应当不是那么的难哈 即便是大家这个呃这个你对这个很多的基本面 你不是那么的了解 但如果单纯根据技术面具去做的话 你也是能够去捕捉到这一步行情的哈 那么英镑的话呃我们发现它中间可能稍微的反弹的幅度要更大一点 因为它的波动率更高哈 谁说对于英镑的话 我们很多同学的入场应当是在这个位置去入场 这个位置去入场 那么昨天价格触碰到四小时级别之后 那么我们说你这一波下来之后你要关注四小时的支撑 那么四小时支撑起来之后的话会反弹 那么反弹之后 那么你怎么去做呢 两种方式 要么是等到四小时的支撑被下坡之后 你再关注它的右侧进空 要么是那么这一波反弹 就如果是你之前没有空的话呢 你在这一波位置做了空之后 那么这是一波机会 有的同学说我这一波又没敢做 那你的反弹其实还是一个机会 你下坡的时候还是有机会的 所以这个市场的话机会是很多哈 就关键是你能不能看得懂这个市场哈 呃看懂这个行情哈 呃那么这是货币 我觉得这个整体来看的话 呃目前应当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个问题哈 另外的话是美加 美加的话昨天我们在策略中也给大家特别去提到了 呃那么日线的支撑1.38到1.3850的这个区域 那么关注一些奇稳的信号 那么这是一个偏左色的交易 而如果是这个你没有选这种激进方式去做的话 你就等到那么突破之后就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两个位置1.3920 跟1.40的位置 比如说1.3920的位置被突破了 那突破之后的话你看往上其实还是有一波比较大的拉伸的 那么或者是你在一点4.40的位置被突破之后去做的话 其实你中间的话其实还是有一百点的空间的 这就是呃我们看到的美加哈 其实这一波我觉得真的是呃不难操作哈 那如果是你没抓住的话我觉得呃的确是需要再去总结一下看看是哪一个地方哈 哪个细节的地方可能是你没有没有意识到哈 或者是这个呃需要再去这个想一下是哪个地方可能是有点问题哈 呃那么对于这个目前的话其实货币的话都还是延续之前的观点哈 我们看一下金银油哈金银油的话呃黄金的话我们在昨天其实给我们同学们的建议的话是关注1720的位置哈 因为1740的位置不一定每个同学都能抓得住呃 其实我们在这一周给大家去黄金的话有两两波哈抓两波行情 第一个是在周二的时候关注回了到1704到1708的一个短多机会呃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短多的话其实稍微来说我觉得还是一个很激进的一个策略 因为呃当价格上破了1704之后就这个位置被突破之后的回踩就我们之前关注的是突破之后的一个回踩 那么这一波的一个多头的机会先是看一下前高然后再次去看到了1740的位置 就是我们在周二的点公开课上给大家去讲到过哈 那么这是一种方式呃偏接近一些因为我们并不认为哈或者是我们并不确定他一定会是真突破 那么第二种的话就是我们在呃小时级别和一些小周期里面看到的这个NK线收线之后 根据我们的UK所关注的这个位置的一些空那么这是另外一种呃另外的第二步行情哈 那么1740的话其实有同学抓不住的因为第一时间点是在晚上第二的话很多同学就是还是有点担心 所以说我们在昨天给大家重点关注的是1720的支撑那么1720被跌破之后的话我们所看向的是那么1705的位置哈 1705的话也正好就是昨天的小时级别的一个支撑位置嗯所以说要是抓的话其实也能够抓住一些哈 就是基本上因为有不同的一波多和一波空的话那多你可能不去抓但空的话我觉得很多同学可能会去尝试哈 呃那对于目前的价格的话如果是大家有一些空的话我觉得都还是可以去持有的就比如说你有那么1735附近的空 1740附近的空或者是有昨天下破了这个1720之后的空的话那都还可以去持有 然后今天去关注一下这个1710的下破下破之后的话我觉得他能够再往下打开有将近40美金的一个下跌空间哈 呃另外的话白银其实这个已经很明确了我们在这一周包括应该不是这一周是一周哈已经布局了很久了哈 我们所关注的那么15.60到70的这个区域的一个多单的话这是昨天的策略哈 这个呃我们会发现已经是到目前来说的话价格跌到了15.35的位置有所盈利了 但是还没有抵达我们所预计的一个很关键的支撑位置哈我们会关注15这个整数关口的支撑 然后去根据这个位置的话举定进一步的一个操作哈呃原油其实是需要呃多去讲一下的因为在这一周哈我们一段一直给大家去提到了 就是说原油大家要防范的就是要洗盘的一个动作其实昨天我觉得就是一个洗盘哈 那么当然这个洗盘他也是有一些呃那么基本面的一些配合的因为昨天这个IEA的 报告哈昨天IEA的报告的话他也是呃那么显示了就是说在 四月份哈这个原油的这个需求可能会下降 2000多哈可能会下降的具体的数值的话就是 2900万桶每天但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月月初的欧佩克加的减产之中哈 加上非欧佩克联盟国就比如说加上美国这样一些国家去减产的话也就不会超过1500万桶 所以说1500万桶的一个呃欧佩克加的一个供给端的一个下降的话 其实他是没有办法去弥补这个需求端的2900万桶的一个降幅的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油价还是创了一个新低而这种价格下跌的话 其实我觉得配合技术面的话他也正好是一个洗盘的动作 因为之前我们很多人可能会在20的下方去关注一些多而这一波下跌的话可能会把之前那么很多的一些多单给扫出来 那么扫出来之后的话我觉得后续才有可能会有些真正的一个反弹的机会哈 或者我们称之为是不迫不力就是后续的话如果想要进行一个快速的拉升等 他可能还是需要在底部进行盘整一下 然后让市场绝望了不想不想再去关注这样的一个多单了 这个时候那么一些多的行业才会真正起来 呃那么对于目前的价格的话我觉得20这个位置一样是去关注的 那么昨天20的下方又重新关注了一些多的机会 但是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如果是想追求稳健的话 暂时你可以继续去关注一下去观望一下 呃因为在上方我们所关注的20.40的位置其实到现在还没有突破 这个位置被突破的话其实是有利于进一步的反弹的 但现在的话其实还没有突破上去哈 所以说如果是有多的话我觉得打保护损可能会是一个更好的方式哈 那么如果是后续再往下去再跌一步的话就扫掉保护损 然后在更低的位置去关注他的期望 嗯就就像是昨天我在群中给大家去发的原谅的观点一样 就是呃你要去防范会出新低完成他的洗盘的动作 嗯然后的话可能会关注一个真正的上行哈 呃那么目前的话我们看到这个也同样哈 呃20下方的话是有期望 但是观点压力没有被突破 所以说你要去看一下这个突破之后 能不能再有那么更高的反弹哈 整体来看的话对于原油我觉得这个目前来说 还是一个偏空的格局哈底部震荡 就是在整个的六月份之前就都会是一个底部震荡的格局哈 为什么是六月份我之前在课中给大家去讲到过很多次了哈 呃那么今天就不再给大家去再呃再解释 为什么六月份很关键了哈 好哈那么这是我们今天各评论的情况哈 呃那么今天的话从基本面来看的话 还是去关注一下晚间的这个出景失业金人数的表现哈 那么另外的话原油方面去关注欧佩克的一个月报 那么看一下对原油的话那么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冲击哈 好哈呃另外给大家去看一下我们这个呃二元的课程的话 呃目前针对新学员的课程的话是这个有1加1的这样的一个课程 一个月的录播加一个月的点评呃 呃大家如果是想要去了解的话 可以去呃扫描二维码去了解一下 那同时大家也可以去这个扫一下这个我们呃 呃克福小七的微信哈 包括老学员的话如果是想要去这个学习的话 去交点评班的话也可以去扫描一下这个二维码去呃咨询一下哈 好哈那么这是我们今天的二维码必读的内容哈 那么也是呃感谢大家收听哈 准备思路的话其实还是延续之前的思路不变哈 所以说这个没有什么特别要去更新的了 好那么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可以 感谢观看